- 看我們是分小人啊,請你看 - 水桶 - 蛤? - 蛤? - 蛤? - 水桶走在這裡去了 -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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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較容易在後面出去的阳台,這個後門 - 蛤? - 或者是剛好在床部的中間 - 擁有漏彩的 - 對,那一旦水往外流的時候 - 就會形成漏彩的格局 - 那當然基本上你從後面流出去的話 - 我必須提到,國 lispot有一個 - 快些是對財運漏彩的比較正確的觀念 - 那從前門直接看到對到的漏彩 - 大部分你財產是va在比較實體的東西上 - 比如說我買一台冰箱你可以看到冰箱 我买了一个柜子 你可以看到柜子 但是一般来说 当它对着后面的后门 出去的时候 我们叫暗漏 我刚才提到 我前面的事 我还可以看到 这个实体的东西 对 它就是 请朋友吃饭喝酒 那就是看不到 你这种东西是完全看不到 到底跑到哪里去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 第一个漏残问题很大 而且老师请问一下 他们两个夫妻这么会吵 会不会是跟它水龙头 其实它也有点对照 对 一般来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当它 这个水龙头 稍微拨进来一点点的时候 我不对后门出去的 我稍微拨进来一点 又对到它的瓦斯鲁 那一旦行的水火正冲的时候 就会出现大问题 所以他们家不是吵架 就是肉财 对 他不想吵架就出去花钱 那后门停回来还是吵架 对对对 其实就一直在这两个东西 在那边 迂回在那边盘旋 所以当它变成 对到瓦斯鲁的时候 这个时候水火冲 各位朋友要注意 门对门不是会有 这个豆口纱吗 对 当瓦斯鲁跟雪桃正对的时候 它有对到的时候 它会有比较更严重的口角失费 甚至在 如果 如果啦 如果再严重一点点 甚至有肢体冲突的 也有可能 有哦 蛤 我每天看着他在睡觉 我都很想从后面来发挥 那时候也是一边看着小孩在哭 也跟着小孩在哭 对 因为他不做小孩的任何事情 对 他也都不帮忙就对 不帮忙 对 首先第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 因为水龙头 如果改成平的 朝正前方 那就不会有对着后门 或者是对着 炉灶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它其实除了这个地方 会产生腹肌间 比较大的一些 争执或漏裁伤的问题以外 第二个问题 炉灶对着后门 炉灶又代表 我们家一头的流动财 那这个时候 又对着后门出去 这又第二个 也是漏裁 而且是也是严重漏裁 那其实在风雨上面来说 当风直接灌进炉灶口的时候 对女主人也会有影响 那你这个 要加门脸吗 还是 其实一般来说 民间化解方式 比较简单 就在炉灶上面的中间 那么针对后门的地方 放一堆 放一只这个 所谓的琴彩八卦 所以是在这边 对 这个上面 然后再放 顺便 有时候观众朋友 如果觉得身体已经受影响的话 我会放个葫芦 但是比较大的问题 现在出来了 真正让女主人 垂心肝的问题 其实是在我们的头上 嗯 听着老板里面 对 你会仔细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小人站的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的 对啊 对啊 那其实 这是一根柱子 是一根大柱子 对 所以这个主结构的柱子 连出去的时候 直接连着从这个门穿进来 它大概是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柱子 所以它穿进餐厅的那个厨房耶 对 超大只的穿进厅厅 从门的正中间直接穿到 他有在开心耶 有 超大看穿进厅厅的时候 他好在微笑耶 觉得啊 还能可贵 对 因为一般真的很少看到 有人做到这么大一支 老师下一本书又没有人的素材 超大三星的 可是它都已经天花板做起来了啊 之前不是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它遮起来就好了吗 但是基本上我们提到 结构型的叫做煞气嘛 结构型的煞气 基本上来说 它是不会消失 形煞不会消 为什么呢 我只是遮起来没有看到而已 但是你想想看 你嘴巴 我们讲一下 其实梁柱像筷子 为什么它叫穿衣裳 就是自己 冲啊 老师的比喻一直都不禁止 在你不戴了 实际的日子当中 还是一直不会出现口袋 对啊 因为筷子擦到嘴巴 对对对 可是虽然我眼睛遮起来 筷子还是擦进去 还是会痛啊 而且最主要我只要 我懂你那意思 因为午夜梦回 就算我没看到你 我也还是会痒痒 你看啊 观众想看 你看还会偷想想 对啊 就是还是会 你都会想 一直开始准在这 对对对 所以这个沙街我想 女主人应该是 非常的垂心感 那怎么办啊 外面上 总不能把那个厨房换位置啊 不是更麻烦 其实一般来说 穿衣裳化解法比较单纯 就是在门的外面 跟内 外侧跟内侧 两边各悬挂 一直勤彩八卦 那在古代的这个梁柱上面 常会出现 悬挂式的这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祈礼 然后放在上方 所以他现在其实 彩八卦要四只耶 他外面要挂 然后这里面要挂 我跟你讲 好像不急 因为刚刚请了的时候 我们瞄了一下 他其实很多地方都只要 对 所以他包括他外面那个地方嘛 我们可以出去看一下 好 当然他这个厨房 就是反而是改到正中间嘛 对对不对 那出问题就会好 对对对 隔壁间是什么啊 现在是土壤式 以后可能会变孝亲房 就是公婆可能会过来住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先 杂鸡杂八都坐在里面 那要看一下公婆是不是 对啊 只要有人以后要住 就一定要把他弄跑 对啊 先问一下你跟公婆关心好吗 还可以还不错 所以你是真心想要放在身边吃的 对 你怎么想问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小春她怎么看嘛 对 我问你电脑我也很臭 对 电脑 炉灶面对后阳台门 使得财库外漏 吹进来的风 则导致灶火不稳 不仅影响财运 更影响女主人健康 可以在炉灶上方正中央 摆放麒麟彩八卦与葫芦 来化解煞气 而巨大梁贯穿厨房 形成喘形煞 容易发生令人恶婉 或是懊恼后悔的事情 虽然有以装潢包覆 但最好还是在梁儿内外两侧 悬挂麒麟彩八卦 才能够将煞气彻底化解哦 我看这里不止厨房也有穿 对啊 你刚才看厨房这一根嘛 对 对 就是这里了 你看 你说就这里吗 对对对 一直到这个位置 有这么大 不知道啊 为什么我们在开始 你看 开始很方便 看 那你手就直不出这种 牌在 声音不一样耶 这十强 这通的就凉在这里 对 好啦 所以它这个凉很大支啊 难怪你那么兴奋 因为其实最主要是一比较 情况下它变得特别大 为什么 你发现这个有这么宽这么粗 直接看看 它现在我们要看的主卧室 它的房间门 侧面 你会发现顺便那个地方 很明显的也有粮 你说这一个啊 对 里面也有一个粮 刚才每个房间都有哦 其实目前至少看到这个地方来说 基本上应该是每个主要的房间 都出现的粮 如果今天有人住的时候 那当然到时候如果都跟着公公婆住 可能公公婆也要全新的 那换个小段来说 全新的也是对他自己的儿子啊 但不管什么事情 那问题是万一我们的这个 这个目前 如果公婆不来住的情况下 应该还是我们的这个委托人 他夫妻要 随心 那他这样要怎么挂 感觉要挂蛮多的 一般来说是这样 通常我们如果说 他在空间许可的情况下 我会一直挂外面 一直挂里面 但是像这个房间 因为他外面几乎是封起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卷着在房间的里面 是挂里面咧 也是一个方法 也有人锁在 就是挂在柜子里头也OK 放起来 那其实有些情况下 也许从外面跟里面 两边同时放 但是万一真的外面 没有空间放的时候 我可能选择在里面 比如说在里面的外侧 就靠近门的地方 跟最内侧的地方 两边那么来做摆放 那两次要面对面是不是 那两次要面对面 所以那边就放两只 然后这边就是这里 放一只 里面要再放 对对对 宝宝三个月 是自己睡吗 我让他自己睡 是让他自己睡 可是我本来先跟宝宝睡 那你有用监听器吗 没有 因为我们房间门打开 他一哭就 你再听得到 对对对 好那我们帮宝宝看一下 他状况还好吗 他很乖 好棒哦 终于笑了 对啊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 我的小孩在那边 在那边 这是宝宝的房间 这是你的房间 对那边 因为他刚说宝宝哭 他在叮叮就听得到 听得到 哇 所以老师 他这门对门的距离 有构成 吵架的那个 如果当他这个基本的门对门产生影响的时候 再抬头往上看 有没有附加的杀气造成 有两 哦 是两吧 对 嗯 可能很大 很大 很刮 他做成间接照明 应该原本没有看 对原本没有看 对对对对 这一次他 因为可能那边的关系 他所以这边薄的比较低一点点 薄低一点点的情况下来说 这个船基本上就会造成 我刚才遇到的 因为小朋友 而才跟夫妻的争执 有哦 谁名字 谁名字 有哦 为了女儿名字一见相够 夫妻两近求到